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很久沒拍過不專業廚房 因為我覺得自己煮食不擅長,廚房又不擅長 停了一陣子,很多觀眾都想念這個系列 那我就今天不如拍一集 要分享的是煎豬扒 不要聽下去,煎豬扒這麼簡單 以前我煎的都是有乾、有柴 完全沒有肉汁,是硬斑斑那種 但現在終於找到一個技巧 又汁又鬆軟,完全不用加任何鬆肉粉 它都是不需要用力就可以咬開 以前我還有一個蒸雞和蒸排骨都是很難吃的 現在全部都是很滑、很嫩 是有一個成功感 煮飯伸手指,只要看了這一集 你的煎豬扒就會無枉而不利 如果反應好,大家有興趣的話 下次我就分享蒸雞和蒸排骨的秘訣 都是很簡單的 今天我們先煮豬扒 首先我們在街市買了兩塊很普通的豬扒 沒有特別的 不過我自己是喜歡吃一些有骨的 因為這裡的肉很好吃 然後拿把刀的刀背 這樣去剁鬆它 剁豬扒沒有什麼技巧 最重要是在旁邊的筋位,多剁多幾下 剁完一邊就翻去,另一邊繼續剁 很快的,一兩分鐘就可以了 我試過用這個方法醃豬扒多厚 都是很軟的 大家是絕對可以剁低它 很簡單的 剁完豬扒放進一隻碗裡 然後就開始醃了 放一斤的豉油 然後放一斤的味淋 如果家裡沒有味淋就可以加糖 然後少少紹興酒 胡椒粉 很重要是一湯匙的水 然後就是重點一隻雞蛋 整隻打下去 裡面現在是水滋滋的 我們一邊拌勻它 捏一下它 按摩一下 它就會慢慢吸收了 這個步驟可以給少少耐性的 按它大約兩三分鐘 讓豬扒吸收了那些調味料 按摩完之後 我們就放一些生粉 然後繼續把它這樣按摩 你會發現這個時候的汁 比豬扒已經吸收了很多 不再是水滋滋一盤 這個方法去醃 是完全沒試過失手的 怎樣煮豬扒都會很嫩滑 但是還缺一件東西 現在我就要加上了 就是油 我們要封一封死它 加少少油 然後再拌勻它 這樣大約醃兩個小時以上 甚至乎有些朋友喜歡醃過夜 晚上先煮好 然後第二天煮都ok的 現在我把它放進冰箱 好 我們回來了 材料除了今天早上的豬扒之外 就是洋蔥 沒有的 然後就是調味料的 現在我就切了洋蔥 話說有一次我看Emily的影片 她說切洋蔥的時候 只要新條地出來 這樣切 就不會流眼淚的 我覺得很合適的 試了幾次 又真的可以的 好了 洋蔥切完之後 就把它們稍微分開一點 就可以準備煮了 不是 還有醬汁 要去調一調的 話說很多觀眾想知道上次黑椒牛扒的醬汁如何煮 今天就不如煮同一個醬汁 洋蔥 黑椒豬扒 有一湯匙的豉油 我已經用完了 要買了 然後是大半湯匙的蠔油 然後就有一湯匙的味淋 再來會有一湯匙的料理酒 然後呢 是兩湯匙的水 最後放很多很多的黑胡椒 份量沒所謂的 自己喜歡就可以了 醬汁這樣就完成了 一樣 如果沒有味淋的話 可以用糖的 然後沒有料理酒 可以用紹興酒那類都沒問題 今天除了豬扒之外 我還會做一個魚肉菜煲 不如拍攝吧 然後現在要開貨 我就要開始聲音到寒 因為要開這個抽氣線會很吵 兩個菜都非常簡單 20分鐘左右應該就已經可以吃了 首先我會把魚肉煎香 兩邊煎到金黃色就沒問題 可以上碟一會再用 同一個鍋 我們爆香薑和蒜蓉 然後放一些菜 用什麼菜無所謂的 自己喜歡就可以了 然後放一點鹽 然後把魚肉放進去 一起炒一炒 我們把這裡全部的東西放進鍋裡 然後我們就加一點滾水 然後就拿回上個月跟大家分享的 這個日版龍湯寶 倒兩碟進去 然後就煮完了 是不是超級簡單又快呢 回到豬扒這邊 在冰箱拿出來 然後再按摩一下 然後我們就可以燒熱的鍋 用半煎炸的方式把豬扒煮熟 如果想健康一點可以加少一點油 但是這樣是香口一點的 不用怎樣移動 大約煎分兩分鐘 我們就可以把它反轉 看到很漂亮的金黃色 不用大火的 我也是全程用中火就可以了 兩塊豬扒反轉了之後 再等多它大約分兩分鐘 我們又再反一反它 就可以把豬扒上碟了 放在碟裡放它大約五分鐘左右 就可以拿把剪刀出來 剪開它看看裡面熟味了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那些豬扒是超級軟的 完全不會有柴的感覺 非常之容易就可以剪開了 繼續用同一個鍋 倒走多餘的油 然後爆香蒜頭和洋蔥 在這個時候 放些黑椒下去把它炒一炒 令到黑椒的香氣可以散發出來 然後我們炒到洋蔥變色 就可以把剛才我們做的醬汁 調好的醬汁倒進去 一開始你看到醬汁是比較水的 不需要擔心 我們把豬扒倒進去 然後繼續把它兜一兜 你就會發現那些醬汁慢慢開始變結 我們繼續炒炒至它收汁 然後最後加多一點點麻油 這樣就搞定 可以上碟了 現在拍完有點心虛 好像太簡單了吧 超軟的 小好一點 不是啊 我去街市買都說30元 是隨便買一塊豬扒 果然我醃的方法是百發百中的 完全不用用力就咬到了 完全不用鬆肉糞 超軟的 不是超軟的 是新鮮豬扒 給大家看看它軟的程度 是不用切的 用筷子已經可以把它分開 超軟的 這個方法醃豬扒 最好煮的方法是整塊鎖住肉汁 然後攪拌它一會兒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牛扒一樣 攪拌它裡面會自己再熟一會兒 然後你剪開它 看到裡面的熟度 然後你再炒就可以確保它一定熟了 這個是煮豬扒新手必做的東西 不用想時間 又不怕它外面太焦 然後裡面它又未熟那種 它本來給我一塊很韌的豬扒 我覺得不肥 那我就提到我想要肥一點 然後我就看到這一塊 它這一塊是帶骨 那些肉會再香一點 你吃完骨啊 我以為你不吃的 自私 我就是為了一塊骨去買這兩塊豬扒 你吃了它 自私 食物就最現食的了 清得點代表爸爸都很滿意 這個方法大家可以試一下 如果成功記住share 告訴我 希望大家會喜歡 然後下次再想到 有什麼可以拍筆專業廚房 再和大家見面 Bye Bye